十里公園大馬路十字路口 移動兩層樓高透天錯 助力在轉角超突兀 仔細看最薄的地方 竟然只有一公尺出頭 这能住人吗 实际走进屋内空间超狭窄 屡制楼梯通往二楼十分陡峭 膝盖不好的人还真爬不上去 来到二楼大房间可以放双人床 最小的只能放单人床 勉强住一下 最薄纸片屋 屋就在高雄林园区 当初因为开拓道路被征收 原本房屋地平三十六平 宽四名以上 征收后只剩下十多平 宽度也只有一公尺又二十三公分 空间减少超过三分之二 可别小看这栋纸片屋 里面可是有三房 两位和一厅 屋龄四十多年 征收后一家八口 曾经住过四年 麻雀虽小武藏俱全 但孙子渐渐长大 完全住不下 只好再买新的 主传透天错 因为土地征收变成纸片屋 屋主舍不得拆光光 改做仓库当纪念 也成为在地特殊奇景 既有蔡委员王书宏高雄报道 我是戴立刚 也是气象专家 18年的气象主播位置 告诉你最准确的天气讯息 当然更重要的天气内容 就要锁定我们中视气象台 更多的新闻信息内容 锁定中视YouTube频道 按赞订阅分享 开启小铃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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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